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场比赛就为他以后的职业生涯定基调 虽然其实92比106不敌国王 但詹姆斯哄下25分9助攻6篮板和4次抢断的超神数据 成为在橱子秀中表现最出色的高中新秀 第一场NBA比赛 詹姆斯完全不像新秀 现在很多球迷都没有看过乔丹的比赛 我们只是听说 如果经历了乔丹的时代 就一定知道乔丹的恐怖 在乔丹进NBA之前 每支球队的核心都是中锋 乔丹开启了得分后卫的先河 第一场NBA比赛 乔丹打了40分钟 得到16分6篮板去助攻 帮手段送出两次抢断和四个盖帽 展现了极强的运动天赋 但是乔丹当时在队中医就不是核心 也许很多人并不知道新秀赛季的柯比并不顺利 NBA是在10月中旬开打 柯比到11月份才获 在上场集会 他的NBA第一场比赛 在垃圾时间打了6分钟 一分未得 只抢到一个篮板 没有人会去关注他 新秀赛季没人能看出柯比智化时代的巨星 他不是天赋最好的 但他是最努力的 意志力顽强到可怕 以上便是这三名时代巨星的第一场NBA数据 这三个人的经历都不同 乔丹和柯比的经历类似 只有詹姆斯进入联盟就是焦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